主打高盛副總財女形象 出戰高雄前被篤籃粉絲專業爆料 說吳怡丁根本是女版連勝文 吳怡丁財產宣報 存款有新台幣 有人民幣 再到英鎊一共2425萬 基金投資680萬 有價證券專買7家大公司 價值高達2億605萬 才40歲的吳怡丁 擁有土地更是驚人 加起來在鳥松地區有上千坪 在高雄有土地有房子 吳怡丁更在英國倫敦 擁有不動產 財產宣報上吳怡丁只寫了倫敦 但房屋價值換算 小小不到20坪的房子 高達新台幣3000萬 一坪價格高達100多萬 根據了解吳怡丁擁有的房產 在他以前就讀的 倫敦帝國學院附近 走幾步就到知名海德公園 是蛋黃區中的蛋黃區 過去家族充滿金錢爭議的貴二代 這讓高雄在地深耕許久議員 想要挑戰市長人選的人 情何以堪呢 增加上億是他的運氣 參選市長就要靠自己的實力 針對網路的質疑 他應該主動出面說明清楚 而吳怡丁主打的經歷 就是他履歷中寫的高盛公司副總 不過一搜尋高盛副總發現公司三萬名員工 有三分之一大約一萬兩千人都是副總 前高盛總裁就說一萬多個副總們 掛個響亮頭銜讓客戶信賴 而吳怡丁現在最難甩掉的其實是他 偏偏韓國瑜無敵意國民黨現在碰都不敢碰 吳怡丁想甩甩不掉又因為身家雄厚被叫做女版連勝文 清新形象先打了折扣 三地新聞尤家瑋 全家瑋中的報導